王牌部队开播了 你看了吗 追了多少集 有多少人是为王牌部队冲了会员 自从271推出会员要涨价的时候 好多人骂他 如今王牌部队开播 你为他贡献多少会员 这一波 271可以啊 之前 我就说过 王牌部队突然上热搜 肯定有事情 绝对会空降 没有想到我的猜测是准的 肖战抗拒有一套26日 下午的时候 就空降了 依旧是上新剧 要知道 最近 大盘都很冷 尤其是上新剧 每个电视台的收视率都不是那么好 江苏卫视的收视率可以说已经在冰点了 这次拿下肖战的剧 王牌部队 可谓是明智之举 果然 有肖战的加盟 江苏卫视的收视率 一下子冲上热搜 实时收视率突破1.7% 同时段排名第一 真实的情况比这还要好 好多人都是在网络上看的 没有算进去 肖战果然很扛剧本啊 主角演技有参差肖战的人设 还是不错的 有一些军女剧 好像因为你是主角 有主角光环 开始就给人非常厉害的感觉 把新兵塑造成神 但往往像个不合理性的神经病 凡事都给这个兵神 金 开特利 以突出爱才 相对应的 这个兵神 金 是现实背离光荣传统的神剧 而是艺术加工的诚意之作 肖战的演技还是有亮点的 那另外一个主角的演技怎么样呢 有网友提出 比较差 跟他出道时候的演技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 还行吧 他饰演的高亮 不是一个单纯的愣头青 他也有很多细腻的感情 有一段坐在铁轨上的画面 诠释了什么叫铁汉柔情 看着他回忆起自己的哥哥 观众似乎也能体会到 他的内心世界 整体观感还是不错 剧情紧凑 反转 挺有意思的 就喜欢这种空降惊喜 好剧没必要一直宣传预热 不管粉丝盘子多大 竹演演的不好也是会被砸盘子的 之所以这么火 就是因为大家看进去了 目前阶段 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能否保持 那就看看后面了 以上是第二个朋友圈 全部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提论哦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请关注第二个朋友圈 本文由百家号作者 第二个朋友圈 首发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